同修和姐姐都在修 姐姐比较热衷于亲戚朋友之间的事情 基本对他们的事情有求必应 红法的事情和亲戚朋友的事情同时出现 他会先考虑那些人的想法和感受 他说这是人臣即佛臣 同修则相反 除了红法度重的事情 亲戚朋友这些事情都不参与 每天时间都用来念经宵夜 在学佛圈及朋友圈法不失 姐姐说同修这是修偏了 提醒我人臣即佛臣 让他把人做好 请师父开示这个道理 人臣即佛臣就是说明这个人还有人的习气 让他把人先做好了才能成为佛 那么有些人家人的习气都没有 人家直接成佛的不好啊 非要去做做人啊 那你说畜生也是在人道下面的一道 你是不是先要做畜生做多少辈子才投一个人好 还是你本来就是个人比较好啊 你讲给我听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本来是否此为才是 avez换了 咱们